上期说到月前龙马进入清学正选 接下来就是分区议赛 大家好我是全书 比赛前两天龙马逃成在汉堡店相遇 他们在这里碰到一个叫局姓的女孩 交谈中局姓无意间说到 不知道清学单打三号是谁 这里我们就要说一下赛制问题 他是团体赛五场三胜制 双打两场单打三场一名队员是备选 晚上逃成和龙马在讨论谁是单打三号 他们两个想先自己比一场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都不适合双打 于是他们找到一个街头网球场 那个局姓刚好也在这里 此时拳和布川给他们两个介绍 这个街头网球场不用收费 但是这里只能打双打 主要还是因为人太多这样比较快 发球权在挑战者这边 舒尔就换下一队 虽然这不是逃成和龙马本意 不过来都来了肯定要打一下 一开始他俩依靠出色的单打能力 通过发球与接发球赢了好几场 之后就轮到拳和布川上场 他们两个是这里最强的队伍 他们一下就看出逃成和龙马是第一次打双打 所以他们一开始就瞄准中间打 这里就凸显出逃成龙马配合不默契 两个人都不清楚这个球到底谁接 而且双打跟单打的边界是不一样的 所以龙马在后场的时候很不习惯 没多久在对手的默契配合下 逃成和龙马输掉这场比赛 他们两个也觉得自己表现得不好 之后局姓还过来表示有点失望 其实拳和布川是玉林中学的 他们还说逃成和龙马双打很烂 在经过这些铺垫之后 逃成和龙马终于决定 他们在后天的比赛要打双打 龙马为此还去买书参考来看 接着到了分区预赛那天 比赛地点在制祭之森运动公园 清学一出场就备受瞩目 逃成和龙马是自己要求打双打二号 首种这场比赛并没有出场 首先比的是双打 由逃成龙马对拳和布川 两队一碰面都觉得对方赢不了 接下来比赛开始玉林队发球局 全在回球时依然选择中间 不过逃成这时说阿 龙马说嗯 这一球由逃成回球并得分 这是他们两个昨天刚想的阿恩战术 由说阿的人进行回球 男儿拳很快就看出问题 他先将球打到前卫逃成后面 这时龙马就会过去接球 然后他们的另一边就空出来了 布川抓住时机打过去 虽然逃成和龙马及时赶到 不过两个人这下又碰壁了 之后全和布川采取双上网策略 而逃成和龙马则频繁失误 玉林中学首先拿下一局 其实双打是很注重队形与默契的 在这点上逃成和龙马基本没有 同时因为他们两个的守备范围很大 他们几乎所有的球都可以自己接 接着玉林又赢了一局 而龙马和逃成开始闹矛盾 他们两个接连失利还被对方瞧不起 连教练都开始怀疑自己安排错了 接着逃成发球不小心打中龙马 而龙马在回球时也不小心打中逃成 终于他们彼此都受不了对方 然后两个人开始在球场划线 这次他们两个倒是强到一起了 逃成和龙马把球场一分为二 硬生生把双打变成单打 那正是因为这样 他们两个恢复了单打的状态 同时玉林的双上网也被破了 逃成和龙马越打越有斗志 而玉林这边有点被打懵了 随后布川觉得既然打哪边都能接住 那么就打中间好了 结果打中间的时候就是阿恩战法 之后逃成和龙马赢得了比赛 不过他们两个还是被教练给骂了 这可不是他教出来的 接着清学与无比零打赢玉林中学 因为这是清学的首场比赛 所以即使知道比赛结果 他们也需要打满无场比赛 之后手种和伯二在看比赢比赛时 碰到了世慕中学的主将酒鬼 往年都是世慕和清学打入决赛 从酒鬼那套人厌的对话中我们得知 原来手种的左手手肘其实有伤 然而今年的世慕中学很不幸 他们零比三输给了不动风 酒鬼惨败给了一五深思 不动风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黑马 所以这次决赛队伍是清学和不动风 话说不动风在去年退出了比赛 而景上通过报社的朋友查出 那是因为当时二年级队长狙击平 在学校发生了暴力事件 接着阿前过来汇报情况 不动风现在的队员基本都是新人 关键人物是队长兼教练的狙击平 随后酷尾开始大言不惨 结果碰巧不动风经过 但是队长狙击平看起来挺和气的 而在看到深思用拍框颠球之后 龙马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这很明显有点挑衅的意味 接着教练开始宣布出赛表 双打二号是何村何不二 双打一号是大十二局丸 单打三号海棠 二号龙马 一号手种 接着比赛开始不动风的双打二号是 石田铁和鹰井牙野 他们的实力让人刮目相看 期间教练兼队长狙击平还出去散步 这是对于比赛相当有信心的表现 此时鹰井刚好打出一记S球 看来这场比赛清学不好打 另一边井上向狙击平打听暴力事件 他发誓绝对不会写在杂志上 他只是想知道为什么不动风会变强 所以事情是这样的 去年二年级狙击平转学来到不动风 那时一年级队员打赢了学长 然而教练兵不想让他们成为正选 他说一年级只要捡球就好了 之后学长们还教训了一年级生 他们其实根本就无所谓比赛 这时只有狙击平站出来为大家说话 一年级和狙击平全部退出 他们自己申请成立新的网球部 然后那些学长就过去教训他们 狙击平一开始让大家不要出手 结果那个教练过来颠倒黑白 终于忍不住的狙击平打了教练 所以不动风去年才没有参加比赛 之后三年级生和教练都离开了 而狙击平带着一年级生 又重新去跟学校申请网球部 他们的目标是全国大赛 这就是事情的真相 接着狙击平又回到场边 其实他暂时离开的另一层目的 就是为了让清雪感受到压力 不过不饿并没有受到影响 他很快就使出了三重回击之一的 飞燕环潮也叫燕回闪 此球落地弹起高度不到一厘米 同时球会快速滑住场外 这招是专门用来回击上旋球 就是用切球的方式 在同一方向上叠加更强的旋力回击 接着和村也难起斗志 他只要一拿球拍就会燃烧斗志 渐渐的清雪开始占据上风 之后比分到了4比3清雪领先 这局如果不动风输了 那么下一局清雪发球局会有优势 所以面对现在关键一球 石田也准备使出自己的绝招 但是因为这一招对手腕负担很大 所以必须得到队长同意 徐吉平只同意石田打一次 随后石田便使出了波动球 这球有120%的力道 而且是直冲不饿过去的 面对关键一球不饿并没有退缩 不过大家都非常担心不饿 就在此时和村双手持败挡住这一球 同时他还打了回去 结果石田不顾自己的手腕 他准备再次使出波动球 毕竟这是大家努力得来的机会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石田在击球的时候拍网破了 不过此时不恶提出放弃比赛 因为和村为了挡住刚才那一球 手腕已经彻底受伤了 同时清雪队员也认可这个决定 因为大家肯定会再赢回来的 接着和村就去医院了 医生觉得这不可能是打网球受的伤 下一场比赛是双打一号 大石和局玩对阵内村和森 黄金组合基本不会出什么意外 比赛期间龙马出去喝水 没多久阿钱让海棠去乐身 顺便找到龙马带回来 此时神尾和森斯正在水石前乐身 他们说根本就不需要队长出场 听到这里龙马竟直从他们中间走过 同时还轻松地打回他们的球 这波操作可谓逼格满满 接着那个局性过来打断他家 他让神尾他们赶紧回去球场 这个局性就是橘基平的妹妹 他还说森斯光论球感的话 应该可以和不二相提并论 这就让龙马对森斯很感兴趣 此时天空突然下起阵雨 不过即使场地失滑 局玩也丝毫不受影响 靠着默契配合大时而局玩赢得比赛 接下来就轮到单打三号神尾对海棠 不过因为雨越下越大 所以裁判宣布先暂停观察 这就打乱了下场比赛选手的节奏 因为他们原本就调整好了状态 结果这下不知道什么时候比赛 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乐身的办法 比如神尾一边听音乐一边跟着律动 而海棠选择雨中慢跑 至于两个队长嘛 就喜欢不说话坐在那里 对了在下雨期间井上把不动风的事 跟枯萎他们大概讲了下 他是认为经历过那些事情 不动风现在变得更强了 然而龙马却说网球就是网球 接到球然后打回去仅此而已 之后雨终于停了 比赛开始前神尾还挑衅海棠 而海棠也差点失控 好在双方队长及时阻止 接下来比赛开始神尾发球局 神尾的优势在于速度很快 他很喜欢说要跟上节拍哦 海棠是没有想到对手能追到身后的球 在先失一球之后海棠打出了蛇球 结果神尾这次依然可以跟上 海棠的蛇球对神尾似乎没有效果 由于刚下过雨地面失滑 海棠在回球的时候不小心滑倒 但他依然打出了蛇球 这一球绕过球网络在有效区 规则好像没有说不能这样打 扑委还给取了名字叫回旋蛇球 看到这样的情况神尾只好加快节奏 他用快动作发球拿下第一局 就是发球时抛第一点然后快速发球 接着在第二局的时候 海棠不停地尝试回旋蛇球 然而因为这个招式才刚学会 所以海棠并不熟练还频繁失误 很快海棠就落后两局 中间休息的时候龙骑教练提前海棠 海棠的网球同时狙击平也发现 神尾的结派乱了继续这样下去 他会体力不值的接着比赛继续 海棠终于想清楚了 其实这场比赛双方比拼的是耐力 虽然是神尾先来到赛点 但海棠凭借惊人的耐力一直打平 他不再尝试回旋蛇球 而是利用普通蛇球继续调动对手 海棠每天跑30公里挥拍150次 这个训练量远超一般练习三倍以上 此时神尾不得不再次加快节奏 然而即使这样海棠也能应对 毕竟每天30公里的脚印不是白菜的 最后是海棠反招获得胜利 下场后阿钱说可以为回旋蛇球 单独定制一套训练课程 之后终于轮到龙马队深思 龙马一开始就发了四个外宣发球 深思前三个都没有接到 第四个时他冲到落点前勉强接到 然而却被龙马扣杀回去 目前比赛开始一分钟左右 龙马率先拿下一局 看到龙马的眼神 龙骑教练就不禁回张起从前 那时候龙骑教练还在教蓝次行打球 南次行当时反手不惊 因此龙骑教练才会特意训练 不过有一次南次行被打成熊猫眼 他第二天跟喜妹子的约会也泡汤了 对了龙骑教练也会说那一句 回到比赛这边深思开始碎碎念 令人意外的是 他开局就打了一个侧圈发球 这个其实跟外宣发球差不多 龙马并没有接到 不过不用担心 因为在深思的质疑下 龙马随后换成了左手 接着比赛继续两个人不再互相试探 此时龙骑教练继续回忆 当年南次行不仅克服了反手的问题 还自己发明了二刀流打法 就是在接球中换手持拍 这样就可以一直打正手了 那之后为了鼓励南次行 龙骑教练给了他一封信 上面写着月前以世界为目标吧 这无疑对南次行来说是最大的认可 听到这里手种终于明白了 他说现在打球的不是龙马 而是翻版的月前南次行 难而这也是龙马必须超越的一堵墙 此时龙马在场上用二刀流回击 这一切都被手种看在眼里 接着双方越打越精彩 龙马这个时候还主动上网 深思则趁机打了一个高调球 结果龙马回追起跳被身回击 深思又丢了一球 很快比数变成4比1龙马影线 难而令人在意的事情发生了 因为接下来深思不断重复交替打出 上拳球而下拳球 在经历过多个来回之后 龙马竟然失误丢了一球 大家好像看到龙马突然停了一下 这是深思的绝招暂时麻痹 当一个人轮流多次回击上下拳球时 手臂会产生短暂麻痹的效果 这个东西应该约等于肌肉强直收缩 简单理解就是龙马的手臂肌肉 在一连串的刺激过程中得不到休息 因此得加而产生了短暂麻痹 难而龙马才不会就这样认命 他准备利用身体旋转强行回击 结果因为短暂麻痹他的球拍脱手 接着球拍撞到网柱上碎掉 而那碎片划上了龙马的眼睛 此时应来着急地跑进球场 他主要是过于担心龙马 随后龙骑教练过来处理 龙马这边虽然血流不止 他帮龙马暂时处理了伤口 不过这样最多只能撑15分钟而已 难而大石还是不放心龙马 最后是手中将球拍拿给龙马 并约定最多只能打10分钟 10分钟后打不赢就弃拳 龙马答应了这个条件 大石还不忘提醒他不要勉强 随后海棠把帽子丢给龙马 在学长们的注视下 龙马再次回到场上 接着比赛继续10分钟倒计时开始 难而龙马这次的发球更快了 他用这样的方式告诉对手 这只不过是一点小伤而已 不过他现在还不清楚对手招式 其实深思要打出暂时麻痹 他的上下拳球转速必须一样 这也是蛮难掌握的一种技巧 没多久龙马就输了一局 目前比分4比3清雪领先 之后是深思的发球局 龙马的球拍再次脱手 时间所剩不多大家都为龙马着急 难而在几个来回之后 龙马已经看穿了这个招式 他用二刀流的方式回击 这样就不会让同一只手臂 连续受到刺激 配合上单脚基本碎步 龙马可以提早预判深思打什么球 接着大家发现深思只能打出下拳球 这是因为龙马过于控制了球路 他现在每一球都滑向对手正面 因此导致深思只能打出下拳球 目前来看龙马占尽优势 然而他的伤口又开始流血了 不过龙马并没有停下 在他又拿下一局之后 时间仅剩不到两分钟 虽然在下一局时 龙马的力道逐渐减弱 但他最终凭借一记 带有反方向旋转的扣杀赢下比赛 同时他还没有超过10分钟 学长们给出一致的认可 最终清学以3比1的总分拿下不动风 对了分区一赛的前两名 都可以参加东京都大会 比赛结束后两队友好道别 龙马先被带去看医生 然后就被带到河村加开的寿司店 大家正在这里庆祝分区一赛获胜 手种还被河村的爸爸当成老师 那天大家吃得很开心 龙马和银奶不经意间合照了一张 大家还在龙马的眼罩上留下纪念 清学优胜进军都大会 我是全书 下期先说点小日常 然后来看龙马是否能跨越纳斗墙 我们下期继续